看到陈乔恩婚后的娇羞 才知道他为何会选择 小自己9岁的富三代弟弟 老公 老公有啊 有陪我一起 啊 这个顺其自然啦 在某练综上 节目组邀请了素人艾伦来做嘉宾 而他刚来就被陈乔恩所吸引 虽然陈乔恩第一面 并未对这个腼腆的男生心动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陈乔恩发现艾伦身上越来越多的优点 在羞涩木讷的外表下 他有一颗真诚的心 还是个温柔体贴加细心的宝藏男生 但综艺上的相处让陈乔恩摇摆不定 于是艾伦决定放手一搏 邀请陈乔恩去参加自己在马来西亚的家 虽然这个男人才30出头 但却拥有三座豪华庄园 光是一个车库就有几百平米 按照这个面积来看 他家拥有的豪车也不在少数 别说屏幕前的观众有被镇静到 就连见过大场面的陈乔恩 也露出一幅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尽情的享受这宽广的豪载 艾伦不只是富二代 还是个十足的艺术家 家里的过道都白忙着他的创作 为了能让陈乔恩吃好 他跟着母亲跑遍各地菜店 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女生 每次吃饭 他在一旁大快朵仪 他都忙着夹菜忙着地调料 听说陈乔恩喜欢吃肉骨茶 他第二天就去店里学会 然后亲手做给他吃 出门在外 陈乔恩从来不用操心 因为艾伦会背着一个大背包 里面装满曲纹水 纸巾等一样俱全 而他不止细心还懂浪漫 当陈乔恩下机时 艾伦会拿着女生喜欢的花前去接机 还当场看出女生换了发型 并真诚夸赞 你剪头发 对啊 好啊 好看吗 看起来 好啊 看起来有新鲜 我害羞 还专门给陈乔恩准备了惊喜 我给你一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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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下面那边 像座砖 什么呀 暖男家有钱有才华 很难不让陈乔恩心动 于是节目录制完 他们便火速官宣了恋情 不久后便嫁入了马来西亚 婚后的陈乔恩有些放心不下父母 艾伦便直接带着全家移居中国台湾 做饭时 艾伦会做陈乔恩爱吃的财 而他只需要在旁边负责玩闹 会偷偷记得他的喜好 他会偷偷的记得我的喜好 你至于陈乔恩说出这样的评价 对认识他之前我没有理想性 跟他在一起之后 他就是我的理想性 说到这里 他像个小女孩一样笑得非常甜 幸福的表情洋溢在脸上 不仅如此 陈乔恩在节目中曾说过 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吃遍各地美食 所以俩人婚后就满世界的游玩 结婚并未降低他们的热恋 反而每天都在升温 在节目中导演让老公们给妻子们安排一场约会 于是艾伦便在长沙找到一个地方 复刻当年兰卡威的长径 让陈乔恩找回了当初的感觉 我们那时候就是决定在一起的时候 是在兰卡威的天空之桥 然后他就跟我说 如果一年后我们还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再回兰卡威的天空之桥 这样的浪漫约会也让陈乔恩知道 他依旧会像当初一样将他宠承工作 而艾伦对他的爱意没有一丝一毫的减退 所以说43岁的陈乔恩并没有嫁错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